大家好 那個陽光阿嬤 在我們節目表演特別註明說 如果遇到下雨、瓜風 他就要延期,因為他很老了 他其實只有73歲 我也差不多了 這樣講不知道用不用 我的意思是說 六七十歲怎麼會老呢? 這樣不是我們就很悲哀嗎? 我已經做阿公,我有兩個孫子 各位看我老不老 我一點都不老啊 那今天那個柯島說他 在排戲,排一個 吳念珍導演的一個 那個舞台劇叫親民時節 然後 積極的排演中 票房非常不好 打電話叫我說趕快拉拉 還有三四千張票,各位多幫忙 你就知道我們已經荒廢學業 荒廢工作很久了 來這邊已經做了半年多 大家現在開始遇到工作 工作開始有壓力了,所以連柯島都被抓走了 去拍戲 然後我們的吳以豐每天都有來的總教練 他也開始慌了 因為好久沒有工作了 他有一部紀錄片要上片 叫做秋香 大概11月22號上片 沒有錢做宣傳 所以他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宣傳 用網路用什麼 所以他今天也沒有來 因為每個人都為了工作快瘋了 其實我也差不多 我好多工作沒有做壓力好大 可是我今天還是要來 因為當初我們這個活動是一起來發起的 309那一天 大家決定要做就一直做 所以我的全情其實不算怎麼樣 因為我當初答應要做承諾 就一定要來 那簡單講 今天時間有點趕了 我想講的事情實在非常非常多 昨天那個8點02分的地震 我剛好在看電影 所以我還是蠻不錯的 還有心情看電影 看電影的時候 地震開始搖的時候 大家開始左向右看 要不要繼續看那個劇情 因為劇情快要到結尾 很高潮了 大家要不要跑 這時候我手機響了 又有關震動一直震一直震 我想怎麼這個時候8點02分 地震的時候 我手機同時響呢 各位猜誰打電話給我 教練 不是 教練不會那麼關心我 也不會是柯導 我就很煩 手機響都不停 我就拿起來看一下 我女兒打來了 我就說幹什麼 我在看電影 她說地震你怎樣 她問我說地震你怎樣 我說地震沒怎樣 在看電影啊這樣 可是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說 有一天萬一有一個不可 不可逆的這個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猜家人都會這樣子 好緊張不知道對方怎樣 然後互相通話說你怎樣 我怎樣 那一刻我滿感動的 可是我後來想 還好還好我們有五六運動 就是說這件事情 實在應該做下去 因為就像剛剛郭立新教授講的 台灣的媒體已經不再爆了 已經不再爆反核的東西 甚至於已經大量縮買各種媒體給錢 說買媒體開始講這個反核的錯誤 我有一天無意中看到報紙的色論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有幾個報紙全部在講何能多麼重要的時候 我真的忽然嚇一跳 哇 說買成這麼可怕 就像說我們電視台 其實他們也知道我們有五六運動 他們也打電話給我說 我願不願意上電視講什麼講什麼 都不是講何能 都是講一些八卦 都是講一些八卦 所以我都不願意 所以電視台我從來不上 雖然可以打知名度可以打我的書 我都不要 因為我知道那個是不讓我很尊敬的媒體 我不需要去 就像郭立新教授 跟他為什麼講那麼多公共電視 其實應該盡責任 因為如果沒有公共電視的話 台灣的所有商業媒體都已經被收買了 那種收買就是 他付你多少錢你就播什麼新聞 那種情況多可怕 你花錢看報紙 你花錢看媒體 你全部被騙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很多年以前 我就決定說我不再看這些媒體 我就用我的網路 建造我自己的小小的世界 因為我做過所有媒體 我在華視做過 台視做過 然後我順便平面媒體也做過 我才知道媒體後面的黑暗 所以變成說我們靠我們的網路來做連結 變成說我們最後用一個最笨最笨的方式 站在這邊 可是各位 你如果今天從頭到尾聽的話 我們好幾個好幾個人講的每樣東西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他可能都是一場兩小時的演講 可能要賣門票的 今天這麼短的時間內 每一個人上來講那個內容都非常非常精彩 你在學校也聽不到 你可能要趕去一個地方去聽演講 才聽得到這些內容 所以其實看起來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廣場的運動 可是你要知道這裡面的內容其實非常非常的豐富 包括我在內 其實我後來都只答應台南跟高雄的演講往南部跑 台北我盡量不演講 我就到這邊算是我唯一能夠出現的地方 這樣子我就一直堅持住 那我相信我們已經開始慢慢創造一個歷史跟歷史紀錄了 因為在一個地方定點定時說到現在 我們已經做到第34次 台灣很少有這種活動 那我想大家跟我們一起共同創造歷史 我不相信這個世界不會改變 謝謝 謝謝小艾老師